台中市议员今天质询分威市民报区 全市流浪群有15000多只 李丽华说是否灵扑杀却放任不理 让民众看到狗群就怕 令原著名议员朱元宏说目前是甜市产气 水果被猴子吃的损失惨重 还要野猪肆虐 几乎演成人猴开战 赖一黄批政府眼中人不如狗与猴 李丽华指出 太平环中东路流浪狗成群结队 已有20多只战地未亡 追咬路人外还会突然从马路窜出 造成机车骑士摔伤 显像还生 晚上乱费 扰人亲近 让居民非常困扰 要求农业局提出对策 为野狗找个家 农业局长王俊雄表示 目前全台中流浪狗的数量 约有15000只 远远大于可收容的数量 收容所目前是狗买未换 暂时只能采用约束管制 包括结扎 回放 但是只要接获民众减许 马上处理 朱元宏指出 没到水果产系 台湾猕猴成群破坏果园 果园及吴宁日 让农民欲哭无泪 现在是田市产系 水果被咬的乱七八糟 他要求农业局想办法 王迅雄说 台湾猕猴是保育类动物 破坏如超过十分之一 即可补助 别无他法 台中市李丽华要求 是否正式流浪犬到处游荡的问题 记者陈秋云摄影分享